在这一边呢,它是一个Temperature Control Alarm circuit OK,so它是一个Automatic Switch 然后就是说它很热的时候呢,它就会响那个alarm OK,然后在这一边它的R这个是10kΩ 然后它的XY这一边,它问这一边的potential difference要是5.5的时候 它才能够Turn On的这个6W的这个mini 60Mbm的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说我的这个Vortage for X Y 要0.5的时候,它才能够让这个6W做得到 OK,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它的,所以它问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RT要多少 所以它现在要的是RT是等于多少 它要的是RT等于0 OK,我们知道我的这个R是10 OK,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OK,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是,呃,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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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Formula呢,就是说我的这个V X Y呢 会是等于10除10加RT乘以6V 这样,OK,V X Y是除这个 因为我们的这个V out OK,没有V,V for the base 这一边,没有,这个是V for the base 这一边,没有,这个是V for the base 这一边,没有,它其实是R2 下面是R2,R1加R2 乘以它的V for它的Collector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V X Y呢 就是5.5 它是等于它的10kilo 我就当它的R,它是有kilo的啦 最后RT是有kiloohm的啦 OK,然后再10加那个R RT乘以我的这个是65 OK,所以我要找RT嘛 那容易的情况之下呢 我应该是把这个乘上去 这个除下来 所以我就有这个10加RT 会是等于10乘6除5.5 OK,我的10乘6除5.5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这个10.951 OK,10.91 10.9,它没有用10.91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它是等于10.9 OK,so 就10加RT 所以我的RT呢 就会是等于10.9简直 它是0.9kiloohm 就是这样 OK,然后你忘记这个formular 你也不用担心 你就可以用那个 我的这个是Vxy 然后它是10kiloohm 然后我的这个6W的时候 它这一边是RT加10 所以你叫的是找这个交叉层 所以你的Vxy 会是等于这两个乘起来 10乘6V OK,然后它这一边是RT加10 OK,两个乘起来 除这个这样 OK,好 这一边是RT加10 所以就是 就是这一个朋友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跟这个是RT加10 OK,跟这一个 OK,好